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凡遵守公平 常行公义的 这人便为有福 让我们一起的开身 一起赞美神 我的心里有 曾受耶和华 无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舍念你 一切过分追 一知一知病 复远 我的心里有 曾送耶和华 无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依然爱自卑为你 你过年会秀去的人生缘 天里地有何等地高 天里地有何等地高 他居然爱自卑为你 我的心你也曾送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也 以致你致命复原 我的心你也曾送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依然爱慈悲为你观念 为首曲的人善缘 天里的有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 等你心有多么地远 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 耶和华有怜悲的爱 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从根不知到永远 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天里的有何等的高 天里的有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 等你心有多么地远 他也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 天里的有何等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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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心却依赖爱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缝纷 至少日夜在你天中献上敬拜 丁尽在你的永美 世上一切变黯淡 除你意外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就让花落在你的痛在里 能不能自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自相日夜在你天中 线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里 能不能自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自相日夜在你天中 线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自相日夜在你天中 线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事未曾看见 依然仰望世家 心事完全交脱 甚至主义藏圈 心事未曾看见 依然仰望世家 心事完全交脱 甚至主义藏圈 我靠着的嫁给我力量体 凡事都能做 我疯了我的鼓 就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的嫁给我力量体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之意 我本事都能做 心事未曾看见 依然仰望世家 心事完全交脱 神事主义藏圈 我靠着的嫁给我力量体 凡事都能做 或风冷或低谷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的嫁给我力量体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之意 我本事都能做 我靠着的嫁给我力量体 凡事都能做 我风浪或低谷 主平安在我心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的嫁给我力量体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之意 我本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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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居会 其他堂所 及语言的居会 会逐步于6月13号 起重开 请大家留意 教会定于5月23号 主日的10点45分 举行会友待会及教会祈祷会 鼓励会友参加 因为要统计出席发定的会友人数 请大家到我们的网页报名 5月16日下个主日的下午 CBI101国语的认识会等班会开班 请有兴趣成为会友 或认识更多会等教会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 而5月25日我们会有我们暑期的 徐学生Sindy Hong教授国语班教会历史的十大事件 请大家到我们的网页了解及报名 下个主日再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非常非常感恩 我们又开始分享这个末日的警讯 最后的一讲叫做疾风之禁潮 这题目很有意思 你看到这个风 这个潮在这个狂风中摇摆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 被大风所吹的那种感受 那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在杭州的时候 每年的七八月份 那是我们的暴风雨季 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风来 大狂风来的时候那种感受 所以那个气象预报会早早的预备 然后全家都要躲到这些安全的地方 然后我们那些温州 温邻的那些同学们 他们就会更加的紧张 每年都要遭遇这些 那是非常恐怖的事 但是另一点 我很欣赏他们对那种暴风雨的淡定 大概经历过 就知道如何能够站立的稳 所以大风呢 这个暴风 或者是这个恶劣的环境 所以某种意义上呢 其实是一种考验 所以在这个最后的简讯里面 也告诉我们 主来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静了 然后也是我们不是白白的空等在那里 而是有希望 有目的的在那里等待 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 这个铁撒罗尼加后书的二章第十三节 一直到三章第五节 那我们说到这个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 上一讲我有讲过 在当时铁撒罗尼加 这个信徒们 他们认为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 而且更加呢 恐怖的是有人呢 真是冒灵 或者是冒着保罗的这个名字呢 就是假冒他的名字 然后就说 基督已经来了 或者就要来了 所以这样呢 会导致呢 铁撒罗尼加的信徒们呢 他们对这个耶稣再来呢 有些焦虑 或者说 什么都不做了 就白白的干等在那里 或者呢 他们会觉得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没有做到位 以致耶稣基督再来的事呢 他们没有受到这个信号 已经错过了 耶稣基督的再来 所以你看这些的荒谬的言论 这些的教导呢 导致他们陷在这些恐慌里面 所以呢 保罗呢 又再写了一封 铁撒罗尼加的后书 来告诉他的信徒们 提醒他们 就是在如何 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 也希望呢 平息和安抚他们这些 狂躁的情绪 那基督来的日子是 越来越近了 这是我们都肯定的 但是呢 他来之前呢 还是会有预兆的 大家认识这个人吗 他叫Louis 他写一本书 关于系统神学的里面 他有一个观念呢 就是耶稣基督 他来的 这个要来 这个是肯定 但是他来之前呢 有一个预兆会发现 就跟我上一次 在讲到的时候提起到 比方说福音要遍传万国 以色列人呢 这样丰富的归信 然后大灾难 敌基督的显现 我们上个礼拜 圣母时已经讲过了 那个 这个 这个大恶人 要显现 虽然他的解释 有很多种 但是这个 不法的人会出现 甚至他要以神 坐在神的殿 这是 非常非常恐怖的事 那还有一些 天象呢 还有一些的地理的环境的影响 比方说战争 还有一些的饥荒 地震 假仙之神迹 还有日月星辰 这些天下的一些 可怕的预兆的出现等等 那当这些看到这个天色 我们就知道 知道是什么时期了 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 我记得从前有人问 问穆安德烈说 如果耶稣基督明天要来了 你会怎么样 结果他的回答很简单 他就说 就跟我今天生活一样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提醒我们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来的日子 是一天一天静了 我们警醒等候 但是不是空空的 白白的 干坐的等 而是就像预备迎接主 那样的来 这是今天的日子 跟耶稣基督迎接他来的 那种生活的状态 是有希望 有目的地 等待他的回来 哇 这是很棒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是说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 末世的时代 我如何能够活出基督徒 上帝所喜悦的生活的方式 如何在这个动荡的年代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还 第三波好像是传说 越来越厉害 当我看到那些消息 讲到印度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心里也挺难过 我们在祷告中也想念他们 当这个人家在讨论 这个疫情疫苗 有没有效的时候 我们神的儿女 该如何来站立的稳呢 在这个越大的 这个疾风当中 我们如何来体现 所以这个疾风至尽草 叛荡诗诚诚 这个我大概查一下 是唐太宗李世民 他写给他的忠诚 这个送给他的诗 那这个忠诚很有意思 在他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 就为他说好话 然后把他拱上了位置 然后一直陪伴在他左右 所以这个唐太宗李世民 就很欣赏他 大臣就告诉他说 在狂几的大风当中 才能够看出这个强劲之草 在动荡的年代呢 才能识别出忠良之臣 那就是更加地体现出 他的忠憎不恶 这是更加地体现出 对他所信仰的坚持坚韧等等 那疾风至尽草 我们也知道 就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 这个草呢 是这个厉害的草 和不厉害的草 是看不出来 在平稳的安稳的年代 我们基督徒大概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每个礼拜天来一下 小组参加一下 敬拜一下 都OK 这样我就够了 大家都很开开心心 都很喜乐满足 但是当环境来临的时候 当这个考验来临的时候 当这个摧残来临的时候 压迫来临的时候 这些就显示出来了 你是否能够坚持你的信仰 你是否能够持守你所信的 所以铁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 十三到三到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主所爱的弟兄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教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 招你们到这地步 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所以大家注意看 一个是拣选 一个是招 然后再接下去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的闻 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都要坚守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坚固你们 坚固 第三章第一节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愿你们为我们祷告 好叫主的道快快行开 得着荣耀 正如你们中间一样 也叫我们脱离 五知恶人的手 五理智恶人的手 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但主是信实的 要兼顾你们 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责 我们靠主深信 你们现在的 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 后来也必要遵行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神 并学基督的忍耐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使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借着圣经的话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也安静我们的心 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 也除去我们一切的搅扰 使得我们不是 不至于一边做事 一边听道 或者就像看剧那样 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在你的话 扎根在我们的心里 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子 谢谢主 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那我就很简单 把它今天分两部分来讲 第一 要站立的稳 在越强大的疾风面前 我们做一颗静草 又要站立的稳 第二 我们要彼此祷告 这也是劝勉我们 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在这个疾风当中 如何来过生活 好 第一个 要站立的稳 我就把它分为三点 第一个 是上帝选招了我们 有人觉得说 我为什么处在这个时代 如果我早生十年就好了 有的人说 我晚生十年会怎么样 我们家里又很丧心 他说 妈妈 你看人家都说高中生活 就是会很精彩 你看我们这一年的生活会怎样 然后我就慷慰他说 哇 你要知道 在这个 能够碰着一年在家里学习的机会 这个时光真的难得 所以上帝选招我们 把我们从这个世代当中 从救援当中 拣选我们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第二 上帝不仅选招 他还呼召我们 要我们做什么 第三 上帝不仅呼召我们 他也看顾我们 也兼顾我们 他不是把我们教完了以后 他就管他自己做事了 不理我们了 他还一直的看顾我们 陪伴我们 安慰我们 兼顾我们 我们看第一块 上帝选招我们 拣选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 他是因为创造宇宙万物 和创造人类的造物主 所以我有观察 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会有跟上帝之间 会有一个高高在上的这种距离 我觉得 我从信主以后 或者说 他认为得救以后 从此以后 跟上帝就没有关系了 只是在 我们的得救 是因为上帝的选招 这个他是完全认可 没有问题 但是他选招完了 要干什么 他后面不清楚 我再读一遍 主所爱的弟兄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教你们应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在铁钱的一章试解 就是在开头的时候 这里也提到了 被神所爱的弟兄 我知道你们是谋 拣选的 所以我们的身份很重要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站在这里 或者我们能够生活 我们能够存留呼吸 我们能够在这个家 或者在这个教会 都是上帝格外的恩典 我们的得救 我们的生命 都是被他拣选的 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人就开始问了 他说 如果是上帝拣选你们得救的话 那我没有得救 或者我的家人没有得救 我的朋友没有得救 是因为上帝不拣选吗 上帝如果愿意拣选的话 我就可以得救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朋友 其实我们知道 从圣经的原则来讲 圣经三章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 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神是叫世人都能够得救的 这是第一点 神不是愿意拣选 他的拣选不是说 我今天抽奖 抽到谁就是谁 我今天甩一个甩子 然后多少点数 才是多少能够中奖 不是随机的 随意的 而是上帝的拣选 他体现的几个基础上面 第一个是神愿万人得救 第二上帝的拣选 他其实也是看重人的心意的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知道上帝在拣选 在初埃及记的时候 他知道法老 一次又一次 给了一次又一次机会 所以有十次的灾难 其中有五次 上帝是任凭他硬性 所以人没有得救 或者是人没有拣选上帝 或者人自己选择了不幸 那是因为他自己的 里面的本性 是人自己的罪性 堕落的这个罪的本性 所导致的 不是因为上帝的偏待偏爱 或者上帝不愿意去救他 不是这样 第二上帝拣选人得救 我认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接着在基督里面 叫我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所以我们这个得救的根基很重要 我们能够被神拣选是因为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的行为好 或者我们特别聪明 或者我们前辈家庭能够积了很多的福气 所以我才被上帝拣选 当然家庭得福传承 这个我们同意 但是上帝得救拣选 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借着能够信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得救 所以这个是 我想我们都能够明白 我记得在铁撒洛尼家前书的 有特别的提到 我如果看一下 我这个经文 特别有提到 是说我们是 就如在弗里比书的一章事节 就提到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在基督里 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拣选了我们 使得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有什么感受 有一天晚上 当我在思想这个时候的时候 我是蛮感动的 我想神 你做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 你真的是那么的爱我们 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拣选我们 所以我一下子觉得说 我虽然 假设会碰到一些的挑战 一些的难处 但是你会知道说 你在这里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在创立世界以前 神就把这个真道 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救恩 靠着耶稣可以成圣 可以过圣洁生活 那个恩典 早就白白的 给我们预备好了 给到我们了 所以是多么多么的有福 那在起初 拣选了我们 起初呢 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说 是初所的果子 或者是第一份的果子 这个怎么理解呢 从前我给大家讲过一个 事情 一个见证 是跟我一起的宣教士 我有提过他 大家有没有记得 在他距离回家 没有多少路的时候 那他就被天父接回家 发生车祸 那我们都很难过 结果他的妻子就讲说 他是初属的果子 被上帝拣选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的 十六章里面有提到 弟兄们 你们晓得史提凡的那一家 是雅盖雅初节的果子 并且他们专于服侍圣徒为念 上帝不仅把这个救恩典 拣选给我们 上帝也在我们的肉身 做成了这个出手的果子 然后他这样拣选我们 拣选我们每个人的道路 也拣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职业工作等等 都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和怜悯 所以如果你知道 你处在困境当中 也许你很沮丧 很难过 但是你知道你是被上帝拣选的 这是没有人可以夺去 这个位分的 在人家侮辱你看不起你 看别你 你就知道你是上帝拣选的 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这位畅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 这位大主贼 他拣选了你 那是多么荣耀的事 所以别小看我们 千万别轻看我们 这个得救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所以保罗借此也安慰 这铁撒罗尼家的弟兄姐妹 你们是被拣选的 是从前起初就是被拣选的 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给夺去 也没有人可以欺哄你们 也不需要再做什么 在救恩里面 你们已经是得着了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忘记 第二 上帝不仅拣选我们 上帝也呼召我们 在第十四节 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 招你们到这地步 好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这个招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甚至有听众姐妹跟我讲 她说我发现我们 一说到呼召 我就很头痛 就好像要我们撇下工作 撇下房屋妻子儿女 然后到荒原的边境去 做一个全职残道人 我想这是一个误解 呼召的定义 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全职的 禅道人 牧师宣教士才叫呼召 而是呼召 我想它是指说 要我们回想 上帝造我们的这个命定是什么 他呼召我们 进到他给我们预备的命定里面 所以在英文的职业里面 Vacation这个词 它的英文 其实它是从拉丁文 Vacator这个词来的 它其实就是指上帝呼召的意思 也就是说 到我们讲到呼召 其实不仅是全职传道人 它是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人 成为一个荣耀祂的人 可以是老师 可以记者 也可以是设计师 甚至是一个学生 一个家庭主妇 甚至是在家 可以什么都没有做 在休息也都是 就是上帝常常你成为一个人 这个人在你的身上 能够荣耀神的名 能够活出神给你的命定 所以他有呼召你 有邀请你 也有传话 有选招的意思 我知道在 在马克福音二章十七节 在马克福音的时候有提到 耶稣就做了一个宴席 然后就打发他的仆人 去叫那些被召的人 就是这个呼召 这个召 来复习 他们却不肯来 网友打发别的仆人 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 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 牛和肥树已经在了 各样都齐备 请你们来复习 所以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我想到了我们小组的这个饭局 我们的饭食是有名的好 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真的是很满足了 所以当我们这个好的饭菜备好了 我们很希望 很想叫大家都来都来 这个叫也是招的意思 叫你们来 到你们来一起来聚 所以我想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们就很期待那一天 到六月的第二个礼拜 我们国语就要开始了 所以也邀请大家一起来 好 那招来干什么呢 他说 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这是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说你们信福音 信耶稣这是一个福音 到底好在哪里 所以要告诉他们好消息 其实有几块 第一 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的好消息 我们靠自己不能 但是靠耶稣可以得救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我们也是应的信 神的过 神的国度即将被建立 耶稣基督的国度 就是指这个国度的奠基者 耶稣基督死后 然后借着在 就是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 给我们一个永恒的救恩 从死里复活 坐在上帝的右边 然后将来呢 要荣耀再显现 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 这是一个上帝国度的实现 现在已经在实现 可是他没有完全的实现 我们也期待那个永久的 永远的到来 这是讲国度的好的信息 那耶稣就是那位 犹太人天天盼的弥赛亚 所以在他们来讲 他们也期盼了这个好消息 耶稣他借着这个福音 来再次的提醒我们 来呼召我们 是我们无论做什么 在我们的生殖上 都能够活出这个荣耀的形象 能够知道与我们福音的 这个身份 这个恩典相称 好 那第三点呢 上帝也看顾我们 也兼顾我们 好 在十五到第十七节 弟兄们 你们要暂理的文 所领受的教训 不即使口传 信上所写的 都要坚守 主要他有教训 有口传的 还有信 还有要将 我们的这位父神 耶稣基督 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 善言上 兼顾你们 使你们能够靠主 站立的文 对于上帝的看顾 护理 我不晓得大家的认识 或者经历是什么 很多人觉得上帝高高在上 或者跟这个天父爸爸 相距十万八千里 你最好不要来找我 这是 就像他们看到牧师 传道人一样 离得非常的遥远 你一有信息发给他 他就很紧张 以为要发生什么 还可怕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这位的神 如果你从上帝 看顾 从他的护理的角度来讲 你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感恩 这位天父爸爸 他是每件事上 每一个人 他都看护 从小到大 从老到小 从国外到国内 不同的民族 无论是平权 无论是富足 无论是健康 无论是疾病 上帝的看护 他在 在的是每一个角落 而且他是持续的 他是一直维持的 他是用全能的手 用这个大手 托着我们 所以他是有能 他也是良善 那也是非常非常看顾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 我知道 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 我希望上帝能够看顾我 兼顾我 安慰我 或者陪伴我 在我心心动摇的时候 上帝能够借着他话 或者借着身边的人 能够兼顾我们 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见证 他非常非常能够荣耀神 但是也有一些人说 在他生命的低谷 特别在这个疾风暴雨 坐于黑暗的时候 他似乎看不到 上帝的同在与陪伴 我想如果大家有知道 了解一点教会的历史的话 在教会的初期 或者是在使徒的时代 他们就已经面临了 这个暴风咒雨 这个苦难的人生 他们所遭遇的这一些 如果跟我们现在这些的时代 比起来的话 我想我们都大概能够了解一点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在国内有几个宣教师 能够把福音传到国内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在初期的教会 那些基督徒们 他们是就像罗马的这些的基督徒 他们怎么样躲在这个坟墓的当中 如何来行过躲过这些 在瘟疫当中 他们也是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他们皇室的成员都逃跑了 都吓走了 但只有基督徒留下来 不顾生命的危险 去保护他们 爱他们 为他们洗漱等等 所以就是因为基督 这个爱在他们里面 你上帝看顾他们 在黑暗的光景当中 虽然看起来是那么的艰难 可是神的爱 神的陪伴 人就没有停止 所以你要记得 在困境当中 我们会知道说 在有一个人 他叫伯格利 他是英国的传教士 他到了中国的云南 就叫苗族 大家知道吗 苗族之星 很多人可能有听说过 当时有一个黑病 就是伤寒 获益 也就是跟现在这个 很厉害的 这个coronavirus一样 然后很多的村民 就纷纷地逃亡 但这个伯格利和他的妻子 就选择留下来 然后日益接续地 陪伴和医治他们 把所有的药物 都用在这些 有需要的人上 但自己却被 这个病毒给感染了 然后到他走的 回天家的时候 才51岁 但是他去世以后 这些苗族的信徒 就把他安葬以后 数百人 守在他的坟墓旁边 后来这些的苗族 李族的老百姓 都愿意在他的墓园旁边 藏乡守 一直到1985年 我们有一个主席 姓吴 姓吴大家知道是谁 然后向贵州的人们 就提出了他的精神 然后就专门地为他 有提词 然后他说 这个叫做伯格利的英国人 来到了贵州 智杰的这个地区 然后非常的慌朗 但是他盖起了学校 足球等等 后来一场瘟疫 当地的百姓逃走了 他却留下了 呵护这些中国的学生 最后他也走了 在这个留下了 培育出来一代中华的精英 你看他是被我们 国家的主席 点名所表扬的 在越黑暗的时期 上帝并没有离开我们 所以也再次的勉励大家 如果你的家庭 正在困境当中 你的关系正在挣扎当中 你的事业 你的学业 人就在挑战当中 你就呼求神 我知道你的护理 你的看顾 你的陪伴 你的安慰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你仍旧兼顾我们的信心 好 那第二呢 我要告诉你 其实你并不孤单 我们要彼此的祷告 真的可以彼此的祷告 这不是一句套话 是真的能够彼此的祷告 那为福音的快快的传开来祷告 也为我们能够脱离恶者来祷告 为我们爱神的心和能够学习基督的忍耐来祷告 好 我就快快的说 为福音的传开来祷告 在铁撒罗尼加前书的三章一节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 得着荣耀 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好 说到传福音呢 或者是神的道能够快快的传开呢 很多的弟兄姐妹呢 是 我很认可弟兄姐妹传福音的热心 然后大家也觉得 主来的日子是一天一天静了 所以如果再不传福音呢 就有祸了 那我们传福音让他快快的传开 这个是要为谁呢 这个保罗说要为我们来祷告 所以我恳求弟兄姐妹 也为我们教母同工和牧哲来祷告 使我们有智慧 有合一的看见 在合适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福音的策略 可以呼召大家一起来加入 所以并不是我们没有福音的热心 我们都愿意 但是请为牧哲 为我们的教母 我们一起祷告 也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 能够使主能够得着荣耀 能够福音快快地传开 如果你知道全世界每一秒 有多少人正在滚滚地走向地狱 我想我们这个福音的心 就会被点燃起来 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 他们刚刚得救受洗的时候 那个心真的很火热传福音 可是为什么随着年日的增长 越老的基督徒 我没有否定那些 真的忠心良善 一直持收到建筑面的老的基督徒长辈们 我是说有些人觉得自己 资格已经老了 可是传福音的心就慢慢冷淡了 所以彼此勉励 我想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祷告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 我建议你赶快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一起彼此祷告 为我们祷告 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为我们彼此来祷告 为我们福音快快地传开来祷告 那第二呢 要为我们脱离恶者来祷告 那在铁撒罗尼家后书的三章 二到四节里面 要我们脱离无离之恶人的手 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主啊 人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还有主是信实的 那兼顾你们 保守你们 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我可以很坦诚地讲 就像马太福音的六章 这个主导文的时候 也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所以这个无离之恶人呢 原文呢 可能原文是指一些特定的人群 那有可能有人说是 哥林多的一些犹太人 但是我们会知道说 其实现实当中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 在身边拒绝福音 抵挡福音 或者羞辱福音 或者是甚至觉得看不起 或者是一个种各样的诱惑等等 会有很多的不接受等等 那这些呢 我们要特别地为他们祷告 求神 加添给他们接受福音的信心 相信神必保守 信徒脱离恶者 因为主是信实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在铁撒络前书五章二十四节有讲到 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你知道神是信实的 我们所信的真理是真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福音是真的 我们才能够持守到底 你知道为什么使徒时代 当耶稣被钉到十字架 复活以后 那些门徒们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还愿意去传福音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所信的那位弥赛亚 那位耶稣基督是真的 这个福音是真的 是真的可以把人 从这个罪恶里面救出来 从死亡当中能够拯救出来 能够脱离这个恶者的手 是真的能够救我们 脱离这个凶恶的这个福音 所以很多的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靠主圣心 我们靠主圣心 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 而我们在主里相信你们 那些我们所吩咐的事 就是现在你们遵循 以后也必遵循 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说 我们知道福音的核心 那仅仅知道福音就够了吗 不是 福音的其实范围很广 刚才我讲了 不仅是信耶稣是救主 是我们的弥赛亚 我们还要相信神的果的来到 我们也迎接等候神果的来到 等等 那其实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会知道耶稣也 也派下了这个大使命 让我们能够 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传福音 带领人信主 令人贵主成为主的门徒 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所以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必成就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腓立比书 一章六节的经文 我们知道 在我们心里动善功的 他要继续的做功 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 使我们神 就一直的兼顾我们 保守我们 也一直的引导我们 你知道我们每天起来 我不知道大家 早上起来的祷告 会怎么样 就会说 主啊 谢谢你 是我们今天一天 能够工作 生活 学习 都能够顺利 身体能够健康 能够这样 对不对 我们常常会这样祷告 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呢 你能够多三个祷告 第一个 我们当然讲了 是为我们神的福音 能够快快地传开 主的道能快快传开 祷告 为我们牧者同工 为我们教会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同工团队 为所有的 自己有福音 有信志的人 都来祷告 那第二呢 为我们脱离 这个凶恶 脱离恶者 家庭给我们 对神的信心来祷告 在这个疾风过程当 暴风过程当中 你会越来越面对恶者 在职场当中 很多人 弟兄姐妹 已经跟我有好几个反应了 从前不是这样 但是最近好像特别的 突出显出 也许跟大环境 跟疫情 社会的动荡不安 人心的这些的焦虑有关 很多的boss 他们的老板 显得就好像有点奇怪 不尽人情 就好像是看起来 就是一个恶者 不讲理 当然他很多 也是没有信主的 所以特别要为这些 脱离恶者来祷告 不是要远离这份工作 而是脱离凶恶来祷告 求神师我们智慧 知道如何跟他们 能够智慧的相处 那第三点呢 为爱神和忍耐来祷告 这是在铁撒罗尼家 三章的五节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神 并学基督的忍耐 然后在铁前 一章三节也告诉我们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地纪念你们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忍耐 这里也讲到忍耐 我想我们常常讲忍耐 两个字很好讲 可是做起来不容易 但是要学基督的忍耐 我们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到了 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 如果我们知道 在疾风暴雨当中 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 上帝不是要苦待我们 而是上帝借着我们 祝福到这个时代 而是你知道说 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 这个特别的时代 而且你也知道 上帝不仅拣选我们 他还呼召你 要回到他为你锁定的 这个命定的路上 他不仅呼召我们 他也愿意看顾我们 兼顾我们 保守我们 引领我们 而且我们也并不孤单 我们可以彼此祷告 为福音祷告 为救我们脱离 恶者祷告 为爱我们的神 和忍耐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 爱我们主耶稣 谢谢你 主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 在这样末世的时代 我们似乎过得 越来越没有希望 我们也会觉得 好像日子越来越难过 甚至是越来越有挑战 但是主 我们借着你的话语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当年你如何鼓励 铁撒罗尼家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不至于狂躁 什么都不干的等待 空等你的回来 或者很害怕 很焦虑的 以为会错过你的到来 但是主 你再一次的安慰我们 因为我们在 你起初 你就已经拣选我们 在起初 你就这样拣选 借着福音恩待救恩 使我们借着耶稣 能够圣洁的生活 在圣灵里面 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主 谢谢你的拣选 也谢谢你 再一次的呼召我们 不是不仅仅是 做一个全职 更多是在我们的岗位上 在我们生活日常的路上 都能够回应 你照我们的命定 主 谢谢你 求你也继续的恩待 保守我们 看顾我们每一刻 兼顾我们的心 当我们软弱摇摆 看不到希望 在黑暗中的时候 主 你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 你的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 这些团契 教会能够一同的彼此的帮助 因为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可以彼此的代求 我们可以互相的支持 主啊 真的 我们为这个福音快快传开 祷告 也为着能够脱离恶责 也为着爱神 而且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忍耐 来祷告 天父求你再次的帮助我们 求你使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能够活出你荣耀的样式 我们不再像世人那样 为着这些 是否要打疫苗 或者是否要做 支持怎么样一个政策 或者是否要做怎么样一个选择 来纠结的时候 是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里面 看到主所给我们的 这些的祝福 你的恩典 你的保守 你的怜悯 谢谢主 我们如此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I have decided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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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跟我们一同在 网上崇拜 现在我们一同低头 我们一同领受 从上以来的祝福 但愿耶稣基督 你的恩惠 上帝 父神你的喜爱 圣灵给我们的 沟通跟团契 与我们同在 一直到 我们见你的面 Amen Amen